为了提振部落观光景点 修林乡公所开版40天的 砍草维护环境故宫真才 从今天起到2月21号 乡亲可以到秀林乡丽图书馆真才 景美村长田广真也感谢 公所对于部落的重视 共同来开发嘉湾神社的部落景点 带动部落的观光产业 修林乡公所即日起到2月21号 开增景美村嘉湾神社 砍草维护环境故宫一名 工作天数为每月的4天 共计天数为40天 工作酬金实行183元 并且包含劳保、职灾以及劳退 建茅主持外 地面村长田广真 感谢熊乡公所带来的支持 这笔预算 透过砍草维护环境故宫 能够维化嘉湾神社的景点 嘉湾神社其实是我们部落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古迹 那因为我们部落它希望它可以带动 整个我们部落的历史的记忆的重现 那神社有很多我们部落 勤劳的一些记忆 那我们都为了要维护这样的一个 古迹的环境 特别感谢修林乡公所 能够聘请这样的 砍草的一个环境 维护的故宫 让我们在保存历史古迹的这个环境当中 有很好的帮助 那让神社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清洁 可以保存我们历史的古迹 更是可以让我们祖先的记忆 可以保留得很好 也可以让这个环境 可以让不管是部落的族人 或是有想来看我们神社的一些观光的游客 都可以一起来看到我们神社的环境的维护 吉美村长天空站表示 加温神社是前吉美村长 雪美次展开进行规划来出草整理 为了就是要把部落族人们的历史记忆 能够找回来 诉说日本帝国年代 来管理台湾的时代所留下的遗迹 共同找回三十年代和五零年代之间的历史记忆 也感谢修林乡公所带来的支持 开创部落美丽的景点 成为乡内最亮眼的好地方 记得转音球向不打